赶紧去铸造一个NFT 或者买一个NFT 搞不好我们就拥有了下一代的CredoPunk 哈喽大家好 欢迎回到TopChannel节目 我是CH 今天不聊早期项目 我们来聊一下现在市场最前沿的发展 来吃个瓜 而如果你有比特币 今天这期节目就会很适合你 因为今天大瓜可能吃着吃着 就吃到你我身上了 比特币的社群现在发生内乱了 他们开始有一点分裂了 到底怎么回事 如果大家想要了解区块链更多的资讯 那欢迎点赞订阅我们TopChannel频道 我们会定期的 基本上每天会跟大家分享很有意思的话题 话不多说我们直接开始吧 自从中本充建立比特币之后 比特币的定位一直都是点对点的支付货币 试图去颠覆传统世界的中心化金融权利 但是这几天比特币的定位可能会发生天翻地覆的转变 1月21日的时候一个叫Casey Rodama的软件工程师就发表博客之后发布了一个叫Odino的项目 这个项目是旨在帮助用户在比特币上去铸造属于自己的NFT 这个NFT就像以太坊上一样可以是图片音频甚至是视频 这个项目推出之后整个比特币的社群就开始了大分裂 分成了两派 正方代表比特币的多头Dan Hill就表示 在比特币链上发展NFT可以增加矿工的收益 而且可以给比特币带来更多的用途 这是一件好事 但是反方的代表就认为 在比特币网络上做NFT会占用大量的区块资源 这会导致比特币的费用增加 影响到原本点对点的支付功能 如果大家知道比特币和以太坊的区别 就应该也大概了解 比特币网络上有自己的NFT是难度多么大的一件事情 因为比特币的结构是相对而言比较简单的 之前中本充设计的时候也没有加入智能合约的功能 所以在比特币的代码只可以完成一些比较基础的点对点支付功能 但是以太坊就不一样 以太坊之所以可以崛起 就是因为它有智能合约的功能 如果说比特币是一个计算机 那么以太坊就是一台电脑 开发者可以在以太坊上去使用代码非常复杂的项目 好比如说是DeFi NFT或者GameFi等等的 就像这个推特博主所说的一样 比特币的代码对区块的大小是一直以来都有限制的 所以使得比特币基本上只有转账的功能 但是最近这个ordino项目就找到了替代的方案 可以用一个代码的方式砖漏洞把任意大小的数据直接储存到比特币的区块之上 记得我说的是储存到比特币的区块上 这一点和以太坊的NFT就有一点的不一样了 所以他在官网当中其实很挑衅 他就说我们的比特币的NFT 比以太坊上的NFT好得多了多 这里有写这句话说的是 比特币的NFT会一直都在链上 它数据在链上是完全去中心化的 但是如果你在以太坊上 例如你在OpenSea上买的NFT就不一定了 有一些NFT实际上你买的不是一张图片是一串代码 真正的图片数据是储存在链下的网络服务器里头 所以如果网络服务器有什么问题 你自己拥有的NFT可能也会受到一些的影响 是不完全去中心化的 当然这里还有所有其他的特点 都是跟以太坊的NFT做比较的 好比如说他说比特币的NFT是不能在事后进行更改的 以及会说它是比较简单的 还有说比特币的NFT是比较安全的 不用担心合约漏洞等等的 这个时候大家听到这里 你可能会觉得NFT的主战场绝对是在以太坊上面 比特币要搞NFT绝对会失败 确实以太坊上的NFT文化根深蒂固了 是很难是直接的被撼动的 但是这么早期第一批在比特币网络上的NFT 它的历史价值可能真的很大 我不知道大家听过一个叫CryptoPunk的NFT项目吗 就是一个很简单的像素人物 这是NFT的元老级古董项目 和DAYC不一样 DAYC经常会有各式各样的活动来有更多的热度 但是CryptoPunk完全不用 它是以太坊上面的第一代NFT代表 历史地位就摆在这里了 所以目前是没有任何的项目有能力去撼动它的 一个NFT现在也要几十万的美金 所以现在就有人很formal觉得 如果现在在比特币网络上赶紧去铸造一个NFT 或者买一个NFT 搞不好我们就拥有了下一代的CryptoPunk 当然如果你现在很激动 要TOPCHEN教大家怎么获得第一个在比特币网络上的NFT 大家可以先冷静下来 现在Odino还处于很早期的测试阶段 管网都还没有正式的上线跟完全开放 所以不可以在里面直接的推出自己的NFT项目 除非你有比特币的节点 你就可以像是这些项目一样 你用代码的方式去体验他们家的产品 去做出这些NFT的项目 然后直接的发布在比特币的链上 管网这边是有一个指南的 有技术有条件的朋友可以去看一看 这里就不跟大家细说了 当然如果你不是艺术家 不是要推出自己的NFT 现在也有好几个项目出来了 因为现在真的很早期 所以非常非常的混乱 有一些有条件用Odino的人 就推出了自己的NFT项目 好比如说这个项目叫OdinoPunk 我只是随便展示给大家 我完全不了解这个项目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随便去冲 之所以会说现在还是很混乱 是因为Odino的很多功能都还没有开放 所以现在如果大家购买这些NFT 好比如说这个Punk 你就只可以用OTC的方式来购买 没有错这个Google Doc 就是现在的交易市场 你进入他的Discord当中 你就可以打开这个Google Doc的链接 你可以写上自己的报价 所以如果对方有要购买 对方就会找你联络 是一个很传统的方式 那风险自然是很高的 因为没有一个中间的市场 帮你去做调节的动作 好了不知道大家对于比特币的NFT 有什么看法 你支持比特币走向更多元的应用 还是你觉得比特币就应该更加纯粹 做数字黄金 做点对点支付就行了 不要去搞有的没有的 那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当中发表你的看法 这就是今天的节目视频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